在泰伍香所生成的泰伍咖啡 是日去时代日本人所带来种植的 用影像记录方式呈现屏东泰伍香咖啡故事 东方设计学院学生张哲瑜花费半年时间 亲自到泰伍香认识当地特色产业 以纪录片跟照片搜集推广泰伍香咖啡 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可以让更多人了解泰伍香的故事 所以我是以纪录片还有静态纪录书的部分 希望可以推广这边来提升它的文化价值 加上我对咖啡也是有很大的兴趣 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也可以增加我在咖啡的视野观 学生利用影像 动画 平面包装 呈现在校所学设计相关学程 但在台北时贸所举办的 第35届新一代设计展 有卒人发现东方设计学院展场中 学生路跑配件设计的作品图文 竟然跟2015年5月发行的 蓝宇双月周刊第二期插图类似 不管是人行文还是头上的 952数字一项图都一模一样 让原作者相当气愤 每个设计图文都是设计师的创意作品 学生行为不仅违反著作权 也侵犯原创法 而校方得知消息后 已将展区撤除 但对于设计学院学生抄袭图文 当作毕业展作品事件 校方目前还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对我们在Lulu台北市采访不到 2 3 2 感谢观看